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梅视角 我是韩梅 今天是2021年1月30日 星期六 这个视频呢 我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啊 川普在台的时候呢 天天都以国家安全为由 制裁这个 制裁那个 推出来了很多的措施 推出来了很多的什么行政令啊 总统令啊之类的 那我们知道呢 他有很多都是站不住脚的 都是很牵强的 跟国家安全根本就没有关系 他就以国家安全为借口 那我们知道这个 拜登也知道 那拜登上台以后呢 昨天的时候白宫发言人叫普萨基 中国大陆翻译成叫普萨基 我看他们台湾翻译成叫沙奇 我觉得叫沙奇还挺好的 其实 又好听 然后又上口 中国的这个有点拗口哎 我想管他叫沙奇好不好 在前一阵呢 我也是管他叫沙奇来着 那就是沙奇 他在白宫的简报会上呢 他就表示说 拜登现在在对川普制定的 所有的有关国家安全的那些措施进行审核 其中就包括和中国的贸易谈判 包括和中国贸易谈判所达成的第一阶段的那个协议 那我想呢 他对中国的那所有的制裁 都是用国家安全为借口的 那首当其冲的就是华为 对吧 这些以国家安全为借口的这些措施 很有可能 有很多都会被撤销 那我现在就觉得现在华为也应该有希望 那个5G啊 实际上它怎么会危害到国家安全呢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再说了 你这个网络 那些重要的部门 重要的信息 如果要被黑客攻击的话 那真的是很容易的一个事情 说实在的哈 中国的黑客呀 如果要攻击你美国 根本就用不着这个华为 在5G的网络里面开个后门 根本就不用 你看现在美国前一阵子 他全国性的被黑客攻击 攻击了半天 他们都不知道谁被攻击了 谁没有被攻击 他都不知道他们丢了什么信息 你现在没有华为 你安全吗 你不是不安全吗 反倒是另外的一个理论 有可能能站得住脚 就是如果你用了华为的话 因为他安全性高了 反倒是让你美国要攻击别人的话 没那么容易了 不过这个也站不住脚 黑客就是黑客 黑客他的攻击 跟这个网络的基础设施没有关系 跟你自己的数据的保护措施有关系 可能不重要的一些东西呢 那些数据就没有进行特别的保护 如果特别重要的 比如说银行 他们的数据安全就特别的重要 他们加密的程度就会更高一些 更强一些 但是要是一般般的话 他不会 我现在是做视频 有的时候我会得罪人的 那些毒运轮们 那些人就是我的敌人 不是我把他们当成敌人 是他们把我当成敌人 他们会对我进行破坏的 我每一个视频 他们都要留几个特别恶毒的言论来攻击我 有的时候呢 来迷惑我的观众 如果我给他看到了的话呢 我就会把他删掉 但是有的时候呢 他们也挺高明的 他们扮成一个网友 扮成一个糊涂的网友 让我有时候也分不打清楚 他先是田园蜜语的 叫你美姐呀 叫你阿姨呀之类的 他一面呢 用一些田园蜜语的迷惑你 然后又说一些那些不是人的话 有时候让你呢 就觉得分不打清 好 就是说我现在做视频呢 我是得罪人的 我是有敌人 那那些人呢 会来破坏我 以前那会儿 我是一个家庭妇女的时候 我是一个普通妇女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就说 哎呀 我的手机是不是被黑了呀 然后我儿子就说 得了吧 谁黑你呀 就是这样的 就是说一些不重要的数据呢 你不用那么特别的去加密它 但是特别重要的像银行 他们就会特别的加密 我曾经工作过一个香港人的软件公司 他们就是给银行做系统的 他们的加密是重中之重 所以说跟你这个网络的基础设施是没有关系的 跟你那服务器呀 跟你的那个拉在街上的一些电线呢 还有街上的那些大盒子啊 那些都没有关系 其实美国就是以这个为借口 以前我们就说过 你美国川普限制中国 打压中国 遏制中国 你是遏制不住的 我刚才还因为有网友让我说说 吴谦大校在28号的记者会上的一段话 就是关于中美联合视频工作会议 中国会帮助美国来搜寻美国俘虏 以及美军消失人员遗骸这件事情 那我在查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刚才做了一个视频啊 关于这件事情 分析了他各种的可能性 然后呢 我认为他的答案其实很简单 你去看看我那个视频吧 那我现在就说呢 吴谦大校在28号记者会上 他就说 美国你要遏制中国 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中国不是你能遏制得了的 你像川普想减少他对中国的贸易逆差 他折腾了一年 结果呢 这个贸易逆差不仅没有减少 反而增多了 没有用的 反倒是川普搬起来的这个石头 砸到了他自己的脚 现在美国的汽车行业都要崩溃了 我这个也做了一个视频 大家去看 是怎么回事 那我这个视频想跟大家说呢 就是美国现在认识到了 川普他以国家安全为由 所推出来的那些措施 有很多没有打击到他的敌人 反倒是打击到了自己 他对华为的这个打压 其实他美国的损失有很大 华为是一个很善良的公司 有的人他不同意 有的人善良的公司能996吗 善良的公司能有员工过劳死吗 这些东西啊 你看你怎么看了 以前那个马云曾经说过 说996是你的福气 虽然说不能这么说呢 话不能这么说 这个话说的呢 他不中听 但是呢 他话操理不操 反正你要是我的话 我这一天到晚的 岂止是996啊 我997好吧 我哪是997啊 我根本就是 我这一天除了睡觉以外 我都在工作 我也没过劳死的 我还这么大岁数了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谁不会死啊 然后你死在工作岗位上 死在一个工作比较繁重 比较工作时间长的一个岗位上 你就说这个过劳死 其实人不会过劳死 我有数的 我每一天我这个工作 我哪怕是睡觉 其实我都是在工作 我躺在床上 我还在听这些材料 这不是工作吗 对不对 就除非我睡着了 我睡着了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听了那个东西 如果没完的话 哎 我都能听到里面 如果说到 比如说说到川普 然后我都睡着睡着觉 我都能听到这个 然后我都醒来了 哎呦 说什么来着 我这都没有过劳死 你看我每一天我昏神着呢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对不对 华为我认为它 是一个善良的公司 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善良的公司呢 就是因为啊 人家明明是有芯片的 但是呢 还仍然用美国的芯片 人家花着钱在那搞研发 但是呢 还用你的芯片让你挣钱 人家都有自己的操作系统 但是他仍然在用你美国的操作系统 还花那么多钱在那搞研发 但是还让你挣钱 这算不算善良 这个很善良嘛 对不对 但是美国是怎么做的 美国给人家华为断供 断供一会儿人家说 哎呀没有关系 我这有备胎 我有芯片 然后就说啊 你有芯片呀 这还得了 那操作系统我也不让你用 然后说哎呀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我们已经是十多年了 也在研究这操作系统 我们也有 美国一听啊 这你也有啊 然后就说 芯片你能够设计 我不给你生产 我看你还活得了活不了 结果呢 现在华为真的是 他那个手机就生产不了了呀 生产不了了 那我看到 华为现在 有一句话叫做 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 给你打开一扇窗 天无绝人之路 那人家华为 我现在看到啊 华为现在生产电动汽车 生产电动汽车 我前两天说股票的时候 我还说 现在要买股票的话 就不能买石油了 要买电动汽车 华为不上市 华为电动汽车 如果上市的话 我就买他的股票 好 美国呢就认识到 因为打压华为 跟华为有关 原来华为让他们赚钱的 美国的那些公司 现在赚不到钱了 对不对 那你美国的那公司 赚不到钱的人员不失业吗 就有很多失业 说美国现在 有很多的智库啊 现在都出来了 以前 川普的这种高压 强权的时候 没有人出来反对他 那现在拜登 是一个开放的态度 就是说我们来评估一下 川普所推出来的 以国家安全为由 实施的那些措施 他到底是利多还是弊多 那现在有很多的智库呢 就出来了 说其实呢 川普推出来的那些呀 尤其是对中国的打压 他的必要大于力 说美国因为对中国的打压 他们已经失去了 24万5000的工作机会了 已经失去了这么多了 如果美国和中国要脱钩的话 那美国在五年之内 GDP会降低1.6万亿 如果美国和中国脱钩的话 到明年2022年 美国至少要失去73.2万的工作机会 现在已经开始了 不仅仅是说跟华为有关的那些企业 我刚才已经说了 他们的汽车行业现在都要崩溃了 你拜登现在就应该赶紧的力挽狂澜 把对华为的封杀打开 把对华为5G的封杀打开 让华为的5G进入你美国 中国的5G事业现在是蓬蓬勃勃 有很多行业都受益于这个5G 中国有很多城市 已经是开通了5G的服务了 有网友跟我反映 他们用的就是5G的手机 有些城市5G的这个网点会多一些 信号会好一些 有的城市可能会少一些 信号有时候有有时候没 但是你看吧 我相信到明年的时候 反正我估计我下一回回国的时候 我就能用上中国的5G了 5G的信号应该是已经是普及了 可是美国呢 美国就连个影都没有 美国有可能5G就用不上了 就把5G就跳过了 将来可能等到6G出来以后呢 直接就6G 5G他们就用不上了 但是拜登如果现在力挽狂来 还来得及 让华为的5G赶紧进来 对华为的这个封杀呢 解开 然后尤其是对中国的芯片行业 中芯国际之类的 这些制裁统统撤销 让这个世界恢复以前的正常运转 美国已经失去了24万5000的工作机会 明年2022年将要失去73万2000的工作机会 你说它损失大不大 虽然说你可以印钱 但是那钱也不能无限的印吧 你无限的印它也会毛的 会通货膨胀的 你要是再那么继续下去 全世界会抵制你那美元的 美元现在在世界上所占有的份额也越来越少了 你不是说没有危机 指不定什么时候 人民币 夸插一下就出来了 就像雨后春笋一样 全都冒出来了 就像吴谦大校所说的 遏制中国 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Mission impossible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